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开创了中国独立建设超大型桥梁的新纪元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技术基础 我们接下来在修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 面对的水温地质条件和河道条件更复杂 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更有底了 南京长江大桥从基础设计到钢梁的制造 原材料的生产到最后的架设完成 完全是独立自主 自立工生 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桥梁建设经验 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赵州桥 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厂间施工桥 比欧洲同类型桥梁早700多年出现 不过徐公益坦言 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发展相对滞后 与国外有很大差距 虽起不晚 但中国桥梁建设却一路超车时发展 中国这几年的桥梁记录在不断地刷新 不仅仅是数量和体量规模上 同时在跨度 在载政能力 在功能上都是遥遥领先 世界排名前十的这些悬索桥 歇拉桥 拱桥 甚至连续梁桥 高速铁路桥梁 这个名次年年都在变化 那么变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中国桥梁的比例都在增加 那么现在在每一种不同类型的桥梁里面 中国桥梁已经超过半数 推动中国桥梁建设跨越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徐公益称 稳定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为桥梁工程师设计修建特大型桥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由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打下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 具备了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以后 我们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 技术能力 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那么经济上又要继续迅速地要发展 它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支持 那么这两个就是互相在促进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举全国之力建设一座大桥 到现在具备在复杂建设条件下 独立设计和建造各类复杂特大型桥梁 中国的建桥能力和技术进步有目共睹 徐公益坦言 相对而言 桥梁建造先进国家 更加注重低碳 环保 耐久 人本需求的结合 工程相对更注重品质 西方国家做的比较细腻 比如说在低碳 环保 环境的协调性 环境保护 环境利益这些东西上 它考虑的比我们还是要仔细一些 认真一些 我们相对来讲 这些方面还有差距 还有使得我们借鉴的和改进去高的方面 徐公益表示 为了更好的走向世界 我们还需要建立更完善的产业链 加强桥梁基础科学的试验研究 建立科学的工程项目管理体系 使我们在充分了解国际市场同时 也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可 谢谢您的同时 比如说 我们下期见 雪 与